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翔 大家都已經看過 Note20 的整理影片了嗎? 如果還沒有看過的朋友 建議先點選右上方的資訊卡來觀看 那麼這部影片將會針對三星 2020 年 所推出的旗艦手機來做個比較 包含上半年發表的 S20 系列 以及下半年具備 S Pen 的 Note20 系列 而它們之間究竟差在哪裡 以及該怎麼選擇 我們趕緊進入主題吧! 在正式進入主題之前 還沒有訂閱頻道的朋友們 別忘了訂閱關注一下 以及記得開啟小鈴鐺 才能及時收到最新的資訊喔! 從正題外觀看過去 Note20 系列的四周邊角延續了前一代的風格 同時相較於 S20 系列更為方正 這也是兩個系列之間較為不同的地方 再來觀察到正面 都採用上 Infinity-O 開孔式螢幕 且都具備非常窄的邊框設計 不過有一個地方需要注意 Note20 這次是搭載平面式的螢幕 跟其他四款的雙曲面不同 而背面的差異處就更加明顯一些 雖然兩個系列都採用上 三星今年所主打的方形鏡頭 但設計的方式有滿大的不同 可以看到 S20 系列因為考量到鏡頭數較多 以及為了統一外觀 因此鏡頭區塊都是採用一整片的黑色面板 尤其以 S20 Ultra 的面積作為龐大 看起來就更加的顯眼一些 至於 Note20 系列就不一樣 它的鏡頭面板採用跟機身較為相近的配色 所以看起來就比較和諧一點 另外每顆鏡頭外也都加入了大小相同的圓形色環 這也有助於讓鏡頭看起來比較不雜亂 整體來說我更喜歡 Note20 系列的設計方式 接著看到基本的外觀資訊 以尺寸大小來說 S20 不但機身最小 重量也最輕 比較適合喜歡單手好掌控的朋友 而其餘四款的寬度 如果拿 16-9 的螢幕來做比較 大概是在 5.5 吋左右 整體來說會比較寬一些 但還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至於重量 Ultra 系列會比較有份量一些 對於不喜歡手機太重的朋友就需要注意一下 而在材質部分這裡要做一下更新 這次 Note20 的背面是由塑膠材料所製成 並不是上部影片所講的玻璃 所以這一點大家要注意一下 而這也是 Note20 身為旗艦機比較可惜的地方 至於其他四款則都是由康寧玻璃所打造 當中 Note20 Ultra 更是採用最新的 Victus 版本 相較於第六代的玻璃擁有更好的抗摔能力 而邊框五款都是由金屬材質來打造 不過從外媒的資訊來看 Note20 Ultra 可能是採用更堅固的不鏽鋼材質 如果資訊屬實的話 它將會是首款採用不鏽鋼邊框的三星手機 那麼感應器規格就簡單帶過 Note20 系列一樣採用超聲波螢幕指紋 且基本的感應器也都沒有缺少 而兩個系列最大的差異處之一 也就是 Note20 系列還具備 S Pen S Pen 不但能用來書寫、畫畫、做筆記 還有許多方便的功能 像是智慧選取、快速截圖、懸浮翻譯 以及能夠辨識手寫內容 並轉化成數位文字的手寫辨識 另外還有能應用在手寫動態貼圖、手寫動態攝影等等 再來這次的隨手便利貼 還可以直接開啟 PDF 檔 並完成書寫的動作 其他還有可以在寫筆記的時候同步錄音 以及幫你把寫好的文字導正的水平校正等等 而這次還帶來遠端遙控 3.0 除了原本透過按壓筆鍵揮動 S Pen 來進行操作之外 3.0 主要是以 2.0 的基礎下去做加強 帶來更多種手勢 能夠進行返回、進入主畫面、螢幕截圖等操作 接著看到顯示方面 除了螢幕大小不同之外 在面板材質、解析度也有差別 特別是 Note20 的螢幕配置 不但僅有採用 Super AMOLED Plus 面板 解析度也僅有到 Full HD Plus 雖然以規格以及過去的體驗來說 這塊面板的色彩表現並不差 細緻度也不錯 不過旗艦機型用上這塊面板說真的很可惜 完全比不上其他四款的 Dynamic AMOLED 2X 面板 這四款不但畫面的細緻度更好 預計亮度、對比度表現也會高出許多 尤其是 Note20 Ultra 的峰值亮度還可以到 1500 尼特 這個亮度以手機來看非常驚人 因此如果你有在觀賞 HDR 高動態影片的朋友 那麼後四款的畫面呈現會好上許多 再來除了 Note20 之外 其餘四款的螢幕都擁有 120Hz 刷新率 這相較於 Note20 的 60Hz 刷新率 在畫面滑動上看起來會更加柔順 殘影也會更少 而這次 Note20 Ultra 還加入了智慧調節功能 也就是在自動模式下手機會自行分析畫面以及程式 進而選擇適合的刷新率 這樣就不用擔心全時開啟 120Hz 所帶來的耗電問題 不過根據外媒表示 120Hz 仍然限制在 Full HD Plus 解析度下 那麼說到主相機規格 基本上可以發現 Note20 系列 延續了 S20 系列的配置 首先看到 Note20 的規格 主要跟 S20、 S20 Plus 一樣 它卡上 1200 萬畫素的廣角鏡頭 而 Note20 Ultra 則是同 S20 Ultra 使用上 1.08E 畫素的感光元件 從單像素面積來說 以現在還看都非常的大 所以畫質表現預計也很傑出 尤其以 Ultra 系列來說又更大 夜景成像會再好一些 不過如果是在對焦的速度上 就與前三款的雙像素 PDF 更具優勢 畢竟 Ultra 系列僅有搭載一般的相位對焦 但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這次 Note20 Ultra 為了提升夜間的對焦速度 還加入了雷射對焦系統 彌補了 S20 Ultra 在室內以及暗處對焦上的落點 接著說到遠距鏡頭的不同 從規格上來看 Note20 一樣延續 S20、 S20 Plus 的配置 基本上它是透過高畫素以及 AI 演算法 來達成所謂的三倍混合變焦 以及三十倍的超高倍變焦 至於 Ultra 系列則是採用前望式鏡頭 來達到更遠的變焦距離 不過這次 Note20 Ultra 使用不同的感光元件 雖然畫素較少 但光圈跟單像素面積更大 同時光學變焦的距離也更遠來到 5 倍 不過因為少了高畫素的原因 超高倍變焦就縮小到 50 倍 但如果你有看我在 S20 Ultra 所做的評測 就會知道其實 100 倍變焦的照片可用度很低 因此我認為遠距鏡頭的整體表現 Note20 Ultra 預計會更好一些 而這次比較可惜的是 Note20 系列都不具備 Tf3D 景深鏡頭 有一些專屬的應用程式可能就無法使用 不過對沒有再使用這些功能的朋友其實影響並不大 至於主要的應用功能 Note20 系列也有延續下來 這邊就給大家簡單看過 那麼在錄影規格 Note20 系列基本上都跟 S20 系列差不多 像是一樣導入 8K 錄影 以及一些 8K 方面的相關應用 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點選 S20 Ultra 的評測影片 比較大的不同是 Note20 系列還可以拍攝 4HD 的 120fps 影片 不過因為 S20 系列使用上同樣的影像處理器 所以透過更新下方的機會很大 其實像是 8K 錄影中加入 21.9 比例 甚至在專業錄影中 新增更多方便使用的功能 例如移動拉桿來調整焦距的遠近 以及可以進一步調整收音的方向 還有透過外在的裝置來進行收音 那麼因為 S20 系列同樣具備三顆收音麥克風 且影像處理器的硬體規格也都差不多 所以這些功能其實下放的可能性很高 只不過一切還是要由三星官方所決定 至於前相機部分 Note20 系列都採用上同 S20、S20 Plus 的配置 雖然單像素面積不比 S20 Ultra 大 但是以這顆鏡頭來說畫質表現是非常不錯的 另外對焦上因為搭載雙像素 PDF 在暗處對焦速度比起 S20 Ultra 更具優勢 再來應用上就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像是美顏、濾鏡、即時景深預覽等等 這些也都有延續下來 那麼音訊的基本硬體規格 一樣都具備雙喇叭 也同樣都支援肚皮全景聲 以及高解析音訊輸出等等 而 3.5mm 耳機孔五款也都不具備 這部分 Note20 系列跟 S20 系列沒有太大的不同 最後看到硬體規格 Note20 系列出廠就採用上最新的 One UI 2.5 介面 基本上 S20 系列預計不久後也同樣會更新 較大的差別則是在處理器 Note20 系列採用上高通的 S865 Plus 在效能上比起 S865 CPU 效能跟 GPU 塗層渲染都提升10% 不過因為兩款都是 2020 年的旗艦處理器 所以效能都是非常強大的 基本上你要感受到它們之間的差異我覺得很困難 比較有感的應該是 120Hz 的刷新率 並配合上 240Hz 的觸控採樣率 在玩高幀率的遊戲時畫面就會感到比較滑順 而且點擊技能按鍵的觸控反應也會更快 所以如果你非常重視遊戲體驗的話 那麼 Note20 相對於其他四款會比較差一些 再來說到其他硬體 Note20 的記憶體不但僅有 8GB 也不支援記憶卡擴充 不過說實話以目前來看 8GB 記憶體還是很夠用的 只不過規格相較之下就差上一點 至於儲存空間 Note20 系列這邊是 5G 版所有的配置 台灣會引進哪一種容量 仍然需要三星官方公布 而 S20 系列則是目前台灣所販售的容量 接著在電池容量上 這裡 S20 Ultra 具備最大的 5000mAh 電池 預計續航表現會是最傑出的一款 當然其他四款的表現預計也都不錯 畢竟電池也都滿大的 而在充電上雖然 S20 Ultra 支援 45W 但根據外媒的實測結果 跟 25W 的充電時間相比並沒有減少 因此 S20 Ultra 在充電上並沒有什麼優勢 那麼連結規格中基本上也都差不多 像是 Wi-Fi 6、NFC、Samsung Pay 也都具備 較大的更新則是在 DeX Note20 系列加入了無線 DeX 應用 只要透過 Wi-Fi 連接到相對應的裝置 就能夠有類似電腦介面的使用體驗 同時也方便在手機上做自己的事 至於 S20 系列未來會不會擁有 同樣還是要看三星官方 而在通訊規格方面 預計 Note20 系列同樣會引進 5G 的版本 只不過頻段部分目前還是要等官方公布 但推測應該會支援更多的頻段 以 Mibu S20 系列在頻段上的不足 目前 Note20 系列台灣還沒有公布售價以及上市的資訊 如果有最新的消息都會在影片資訊處做更新 那麼這幾款手機該怎麼選擇呢? 首先可以考慮需不需要 S Pen 如果不需要就建議選擇 S20 系列 畢竟規格方面其實差不多 加上現在市價也有一定的降幅 再來也能從螢幕、相機來選擇 假設你非常著重螢幕顯示 那麼 Note20 就可以先排除 接著再從螢幕大小來挑選就可以 至於相機部分 老實說這幾款的規格都蠻頂尖的 但如果你比較著重變焦能力 那麼 Ultra 系列會更好 另外如果你是著重遊戲體驗的話 就盡量選擇 120Hz 刷新率的機款 雖然 Note20 效能好上一些 但體驗上可能就不比 120Hz 來得有感 可以看到這次 Note20 的整體規格 有蠻大的降級 說實在話比較像是 Lite 定位 至於 Note20 Ultra 就是脆脆實實的超旗艦規格 如果沒有預算上的限制 我會優先選擇它 以上的資訊就給大家作為參考 最後要讓你們看到影片介紹後 你會選擇哪一款手機呢? 別忘了在影片底下留言分享你選擇的原因唷! �innen 下кольку 說實在訊更貫